相關的市政確鑿之後 我們開罰了500萬 那總共有11家的流通商有進貨 11家裡面有10家 確定說他們願意接受消費者的退貨 鼎泰豐他的總店是在台北 所以就由台北這邊來統一做個發布 如果這個鼎泰豐總共是說 任何一家門市都可以 那就是任何一家門市都可以 只要你接你是企業經營者 你就必須要對消費者負責 TDF永豐瑜申請他除了接受消費者退費 他還願意提供300元的折價 錢都是雙食店 那千葉火鍋是土層店 江母鴨他講說他的部分就是單點 單點那個鴨血 相關單據去退費 業者他都會接受退費 最後一個阿關火鍋 因為他們是總公司在台中 所以他們今天要確認總公司的意見 才會回復給我們 運通食材 它這個是供應比較多的這些 你們受孕的 夜市它進貨的來源 是從好運通這邊 在夜市如果你有拿收據的習慣 或者是拿發票 夜市其實有的有發票 有的不一定有 我們這些通路商 能夠加強他自己的進貨管理 甚至要溯源的往他的一個進貨商 去做各種可能的機查 可是每個消費者 面對的狀況不一樣 假如相關你認為 你的權益受損的程度 高過於業者所估的這5% 那我覺得這個消費者 不妨可以跟我們消保官來進行申訴 他的消費跟他的產品的製作方式 供應方式不盡然相同 所以並沒有一個統一的 退費的比例或者方式 那如果已經消費了 或是貨已經不存在了 他們也願意接受這個退費 但你只要拿單據來 那我就是退給你